原标题 大名鼎鼎的汉武帝就是其中之一 汉武帝活了七十岁 爱过的女人有金窝藏胶沉拉胶 有大汉贤后卫子夫 有倾国庆成李夫人 而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位宠妃 则是千生不凡的勾宜夫人 勾宜夫人是汉武帝最具传奇色彩的妃子 她的一生从生到死 无处不传奇 传奇一 全国勾宜汉书 记载了汉武帝与勾宜夫人的相遇经过 汉武帝晚年寻寿途径和监国 有一位相使对汉武帝说 此地有奇女 汉武帝很好奇 便派人寻查 果然在附近找到了一位绝色美女 这个正直花季的少女 虽然有着轻视容颜 但双手天生握成拳装 不能打开 神奇的是 当汉武帝伸手轻轻触碰了一下手 女的手时 她紧握了十几年的双拳竟然打开了 而且掌心还握着一根绿钩 汉武帝既被少女的美貌吸引 又惊叹于少女的不寻常 于是将她收入后宫 于是将她收入后宫 赐号全夫人 又称勾一夫人 自此以后 勾一夫人宠贯后宫 无人能及 传奇二 怀胎十四个月传说中 上古时期的劳帝 是其母怀胎十四个月所生 而勾一夫人也是整整怀胎十四个月 才生下了儿子刘弗林 刘弗林是汉武帝最小的儿子 但他自有天赋异禀 聪慧过人 深得汉武帝喜爱 所以 太子刘弓被废后 汉武帝萌生了立刘弗林为太子的想法 汉书记载 汉武帝暮年曾送给大臣霍光一幅画 画中是周公抱着周成王 接受诸侯朝外的景象 霍光是何等聪明之人 马上明白汉武帝有一丽子刘弗林为太子 并希望将来犹他辅左右帝 儿子即将驻主东宫 这对勾夷夫人来说 本该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但实际情况却恰恰恰犯 他的恶运随之而来 汉武帝认为刘弗林年幼能懂 勾夷夫人年轻聪慧 恐怕要学旅后 破乱朝纲 于是 汉武帝决定立子杀母 以防万一 仅仅数日之后 汉武帝就随便找了个借口 将勾夷夫人处死了 但汉武帝对爱妃也十分不舍 当勾夷夫人哀求他时 汉武帝命人赶紧把勾夷夫人带走 因为他怕只要再多看美人一样 他就会下不了手 传奇三 死后飘响 开关无师 据搜神迹记载 勾夷夫人被刺死后 师身不服 相招失礼不散 世人皆以为其 当间因此盛传勾夷夫人并非凡人 汉武帝一方面是思念爱妃 一方面是后悔杀他 一方面也觉得奇怪 于是开关而逝 结果关内空空如也 并无尸首 仅有一双鞋子 这就是史记中的勾夷夫人 美丽而传奇 曾宠冠后宫但结局悲惨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